今天为大家讲的是一个非常有名关于鬼楼的故事 一共有两个版本 先说第一个 传闻那栋楼地理位置还不错 当年是某单位的职工楼 住户不是特别多 然而从某一天晚上开始 一到了夜里就会听见 有一个女子又哭又叫的 楼里的很多住户都听见 起初以为是住在楼里的夫妻吵架 可从那开始 每到夜里都会传来那个女人的哭叫声 楼里的居民不胜其量 就组织了几个胆大的想看看到底是谁家 可奇怪的是那哭叫声好像是在楼里穿来穿去 很难判定是从谁家传出来的 那几个人只能根据声音大概的位置去到 最后锁定了一将 叫门没有叫开 就打算从楼道的窗子探头 往那家屋里看一看 有个伸手好的就顺着楼道窗户 爬到了那户人家窗外 等他身头往屋里一吵 就看见屋里飘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煞白的一张脸 眼睛里还往外躺着行 听见了窗外的动静就飘了过来 吓得那个人差点没从楼上掉下去 从那开始